大家好 茉莉花在春季 会进入快速生长的阶段 我这盆茉莉花 一月份的时候 给它进行一个修剪 现在四月份了 长出了非常多的新枝条 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如何养护 让它长出更多的侧枝呢 第一个修剪 当这个枝条长到五公分高 我们就要给它修剪 让它重新萌发 两个侧枝 这个侧枝长到五公分 我们再继续给它二次修剪 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它一个分枝上来 长两个分枝 两个分枝 再给它同时打底 再长分枝 分枝越多 开花就越多 因为每次茉莉花 开花 都是从分枝顶端长出来的 所以呢 在春季啊 我们一定要经常给它进行修剪 修剪过后 我们要急性的补肺 因为茉莉花处于生长的阶段 养分充足了 冒出的芽 才会壮多 浇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添加 一勺 出生长的营养液 一毫升 对一千毫升的水 充分的搅拌均匀 我们可以喷丝页面 也可以灌根 每个15天 浇灌一次 这种出生长的营养液呢 含有丰富的 大铃甲元素 和中微辣元素 其中大元素含量非常高 能促进茉莉花 长更多的分枝 让叶片呢 更加茂盛 更加油绿 我们也可以埋一些 发酵服所好的养分 这种有机肥呢 肥效比较前面 而且呢 起酒 我们只要挖一个构草 埋上一些就可以了 不仅可以改良土养 同时也能满足 茉莉花生长所需要的养分 一举两得 好了 再见